总结好了 所以最后的话 当然基本上 我要看到的是 第一个 你们需要 把之前的那个 有没有 这个地方再增加一个 OK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再把 这个什么 按钮把它改成三个按钮 本来好像只有两个吧 你可以拿来改就可以 最后的话 RUN出来结果 就类似像这样 执行它 它可以把这个公式显示出来 然后清除的话 可以把资料清空 所以我刚刚讲到 有没有 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用丢公式 它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把 你原来写好的公式 就直接输出到 指定范围的出唇格里面 但是它缺点就是说 你会发现 它的公式相对冗长 如果跟什么呢 跟门号比起来的话 那相对你会发现 放在ESALE里面的资料 总数相对一定会大很多 另外的话跑的效率 也没有那么快 所以两者两个比较之下 效率还是这个比较胜出 尤其是资料量越大的话 那跑起来差别越大 可是如果你要写这个的话 可能你要变成说 你还要想到一点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TESA 转换成这个Format 有没有 那这个当然你还是要去查一下 比如说在ESALE里面用的函数 哪一个可以 就是说在VBA要有哪一个取代 如果你假设不知道的话 那你就也没办法做出 这个最后的这个底下的 这个门号的程式部分 OK 所以请各位可以再 把这个部分完成 那今天作业就是把这个部分做出来就可以 那最后顺便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 可能有同学问到说 是这个城市的这么冗长 我每次都要卷到右边去才能看到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他换到下一行 那你可以直接换下一行 可是这边注意 有一个规则 可能他还是要记一下 什么规则 你不能说直接 我从这边直接按Enter 如果你按Enter移开 你会发现出错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说上一行跟下一行是同一行 但是有一些程式是OK 像Python直接EnterOK 没问题 但是这边就不OK 只是说你如果在VBA里面 程式比较长的话 你要怎么样可以让他换行 这边有个规则 一般习惯 你找到那个串接符号 我习惯是后面这个 想要两个的话 我习惯找到后面这一个 后面的这个 那边的符号 有没有 右边空白 空白的 空白的右边 请你加一个底线 底线就Shift加上 那个什么 0的右边那个按键 是Underline 然后按Enter就可以了 那你把它移开 就没有问题了 底下如果这边也是这样 如果你希望把这边 也把它怎么放行的话 那你可以先找到两个end 我希望右边这个end 它右边有个空白 空白的右边这边点一下 然后按一个底线 Underline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按Enter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不过理论上 如果假设这三行 我习惯会把这两行按一个Tab键 让它缩排一下 表示说 这两行是A行下面的程式 这样看起来 你就不用说 还要把那个VBA的画面 拉这么开了 不用了 一样 上面这边可以 上面这个也可以 上面这个的话一样 你就是找到end符号 不过end符号 你还要看 这个是里面的end符号 不行 一定要外面的end符号 外面的是这个 end i 这个才可以 你不能用里面这个 你想说老师 这边有end符号 是不是 不行 用这个一定是出错 因为这个是里面 那个文字 不行 OK 然后呢 我们就找到这边 比如说这边 用个点线 enter一下 然后还有哪里 这边 这个也可以 在这边好了 然后把这个 按Tab键 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就 大概是这样 这边也可以 OK OK 好 那主要是加上 那个换行部分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那再来我们就要换另外一个范例了 所以如果后面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再 开启那个范例档 找到那个151开头的 151开头的 解取瓜糊中 自串这个范例 所以这个做完之后 请各位呢 开启这个范例 那我们主要是希望 做出什么样的结果 一个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在B栏里面已经有资料的话 你把它删掉 主要是希望做出的效果是 把那个瓜糊里面的文字 放到B栏去 对啊 就是类似像这样 但是不是叫你用什么 Ctrl C Ctrl V 核式怎么样 可以用程式来完成吧 可以用程式来 你用那个 Excel里面的函数好了 那当然最后做出来是这样的 这个是输出公式 这个是清楚 这个是输出最后的结果 没有就没有 里面就有 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换一个地方 那当然第一个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如果我不用写 不是写VBA 我要先写Excel的话 那当然呢 我们会需要用到哪些函数 顺便提示一下 总共会有三个 一个是Find 一个是Mid 一个是IfL 三个就搞定了 而且是三个才蛮好用的 怎么去做资料 瓜糊里面资料的取得 所以当然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第一个 先找到那个前瓜糊的位置 然后呢 从前瓜糊的位置呢 的下一个字抓 几个字 那几个字怎么知道 后瓜糊的位置 减掉前瓜糊的位置 再多一个位置 再减一 就可以取得这几个字 就把它放过来了 OK 所以需要 Find跟Mid 那另外的话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因为里面没有瓜糊 会出错 所以必须再用一幅Air 把它做过滤 OK 那所以这请各位 如果今天这个完成之后的话 那剩下时间 可以看看 151这个范例 请各位试试看 OK 大家感谢 Sie 谢谢观看